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奴才都死心跟着爷 屁话 我将来能怎么样 最错我也是个亲王吧 是 好了 我睡了 你去看看那边怎么着了 快赶紧的 这 兰朱子 兰朱子 这么晚了干吗去 我弄点酒饭去 四阿哥也开始喝上了 不是 是这么着 小王爷也来了 怪不得 爷 是小王爷来了 在四阿哥房里 他来了 赶紧穿衣服 小叔叔 四哥 怎么着 大夜里的还喝点 老五 你还乐得出来 怎么了 田师傅那事之外又出什么事了 那倒没有 可是老五 天师傅出事 你应该难过啊 瞧您说的 他叫你干那种不好的事 教你使心眼 琢磨人 你说说 这以后 你省多少心呢 这么说 小叔叔是不乐意我在这儿 凑备热闹了 不乐意 老五 你要是饿了 就在这儿吃点 别捣乱 瞧您说的 四哥 我捣乱 我捣什么乱哪 我和小叔叔 有话说 不方便让我听 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 洗漱子 折 咱们走 我就看不上老五这阴阳怪奇的样 这回田师傅倒霉了 我看他还跳不跳 小叔叔 我想跟你说件事 你别生气 我有什么气好生啊 我不赞成你刚才那么对老五 我这是客气的 我从前老是在想 朱师傅为什么能在牺牲所里 那么乐调调地活着 朱师傅 他没脾气 不是 朱师傅的道理是 如果你被错误地对待了 你再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 那就会错误加错误 不能挽回了 老四 你这是假圣人 不是 小叔叔 咱不说这个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梁师傅为什么死了 他是吃了华阿玛给的丹药 给毒死了 梁师傅以前身体就有痰症 加上丹药本来就有毒性 过去的人说行散 就是走动将毒性发出来 如今梁师傅以虚弱之体 劳累之下服了丹药 痰症发作 老四 别说了 老四 你又不要命了 我是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也不能说 你这不等于说 皇上把梁师傅堵死了吗 朱师傅 四阿嘎 怎么样 朱师傅 正好 众人都在这儿 我怕我一个人说话没用 所以 王爷 四阿哥 你给我出来一下 小叔叔 我不会听你的 老四 你这是毁你自己 怎么着四哥 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了 是啊 天师傅其实没罪 梁师傅是吃了丹药中毒死的 老四 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呼阿哥 我 吴阿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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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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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干嘛 您怎么不理我 五二哥 患难之时 见真交情 我是盼着你来 可是你到现在才来 田师傅 我可是来帮您的 田师傅 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梁家又是怎么回事 行了 起来吧 不就是分家产的时候 别让那个如云用孩子的名义给占了去吗 还有 献银我没有多少 可这荷包里的东西 都是历年皇阿玛赏的 拿到市面上去 多少也能换几千两银子 别卖便宜了 是 奴婢谢谢五阿哥 记住了 到时候问的时候该怎么说 是 奴婢都记住了 朱师傅 五阿哥回来了 皇阿玛的差事 没办法 那就请坐吧 是 给 好 看前方 老五 皇阿玛派的什么差事 你怎么事先不跟我说呀 拿着 三哥 我不能说 丧气 丧气 不会又是皇阿玛的差事吧 还真让你给猜对了 三哥 你替我说这件 什么事 怎么着 爷 那东西都送过去了 给了它了 是给了 我说老王啊 您甭问了 我不问 我一把掐死你的心都有 你真敢把毒药给我花马吃啊 爷 我哪有那么大胆子呀 只不过这回的丹 却是放了一些平常不用的东西 是药食就有三分毒 我哪有那么大胆子呀 爷 结果就闹成这样了 您看看 这是怎么说的呢 这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老四是救助我们不放了 王哥 我们全靠您了 平常哪个都府大臣想要丹药 我可都是给您拿最好的 好了不说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那边就让他死不承认 从前有痰症就是了 是 那最好 还有 你再也不能把药性太强的东西 给我花马吃了 你懂了吗 那是 那是 算了 我就放了你这条狗吧 五阿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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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 胡阿玛到底让你办什么差事 朱师傅 您现在就走 是 我想跟您谈谈 好 您请 四阿哥请 朱师傅 您干吗不做 四阿哥 我是在替你担心哪 朱师傅 这事到底有多大 四阿哥 皇上有丹炉织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事 从前为这个你也惹过麻烦 你现在想想为了一个田体缸 惹这么大个麻烦 值还是不值 这件事开始的时候是为田师傅 可是到了现在 我是为了我华阿 不用说了 这件事我想明白了 你是对的 谢谢朱师傅 谢谢 吴 这 我这一生里 到底什么是最大的成就 您的成就 我回头告诉你 朱师傅 您不给我出出主意了 我没有主意呀 老四 你说吧 四哥 皇阿玛昨天给我派了差事 我也是来回差事的 皇阿玛 以而自想 梁师傅他本来身体就有痰症 而且他情绪容易激动 所以一用丹药 根本就经受不住丹药之毒 丹药之毒 谁说丹药有毒 儿子从前说过 秦皇 汉武 唐太宗 都是因为吃丹药 好了 老四 你不要再说了 老五 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皇阿玛 儿子已到寻补营梁师傅家探访过了 梁师傅身体极为强健 他隐居乡间 还经常干农活 根本就是超过常人的强健 所以说他身体有痰症 儿子不知四哥此话从何而来 皇阿玛 这不可能 儿子看过了梁师傅的尸体 他侯间淤积的痰既浓且愁 好了 老四 你不要再说了 皇阿玛 儿子想来想去 四哥 皇阿玛 王咱们回去再说吧 你们到外边去说吧 天体刚的事 朕就吩咐有官不愿解决 儿子告退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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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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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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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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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 四哥 四哥你到底怎么了 姓田的值得你那样吗 老六 你不懂 我懂 四哥 你当好人我不拦着 可是那个姓田的 咱们犯不着啊 这跟他姓张姓田都没关系 一开始我救他 因为他是尚书房的师父 现在我救他 是因为他和皇阿玛的健康 连在一起 你越说越玄妙了 四哥 反正我小 我不懂那么多 就一条 四哥 别闹了 四哥 老五 你跟我说说 我是越来越弄不懂了 老田 他毕竟和咱们也是一党的吧 现在是老四急着救他 而你忙着把他往死里弄 三哥 你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 咱们为什么跟田师父一党 想让我 想让我接大宝啊 是 只要老四不愿意的 咱们就干 是不是 老四现在可是要倒霉了 咱们还等什么呀 我还没能明白 老四怎么就要倒霉了 三哥 不是我不跟你说 我怕你坏事 行了 老五 我也不打听了 我懂 你是把我当傻子了 我告诉你 我一点也不傻 三哥 你这是什么话呀 三哥 爷 爷 怎么了 你有话干嘛不说出来 爷 傅茶家的大姑来了 那又怎么样 来就来了呗 爷 西主子让奴才赶紧地叫您过去啊 大姑 想跟您说话 大姑要跟我说话 啊 蓝柱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再说 就是大白天的 也不能 哎呀 爷 您就赶紧去吧 来来来 快走快走 去去去 奴婢给三哥请安 大姑 一向可好 奴婢全家 奴婢四阿哥的福很好 大姑 有事吗 四阿哥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那 公门要啰嗦了 奴婢就先告退了 大姑等一下 大姑等下 海棠啊 海棠啊 海棠呢 这怎么回事啊 管他呢 夫人 咱们老爷子穷了一辈子了 累了了 就这么一撒手走了 咱们后面可怎么活呀 这点产业 再分给小蹄子 和那个小东西一份 咱们还能剩什么呀 反正人家让咱们说 咱们老爷走的时候 身体好着呢 咱们就这么说 不就得了 老爷老是不能发送 我这心里老是难过 我说敦儿啊 这成吗 阿玛 您就装作是梁师傅的好朋友 想着是做好事 是帮四阿哥的忙 这还不成吗 好吧 我就装吧 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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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了 我赶紧开门去 梁夫人 梁夫人 请回禀梁夫人 傅察老爷来看望梁夫人了 傅察老爷 我从来没见过呀 家主人在的时候 也没见走动过呀 梁老爷从前 是常和我们家走动的 可说阿玛性子舒懒 很少回败 所以您不认得 那就请进来吧 请 阿玛 夫人 傅察老爷来看您来了 傅老爷 夫人 您千万别客气 梁大人驾鹤席归了 您请节哀 我带了些东西过来 表示下哀悼之意 多谢了 我家老爷在世的时候 性情耿介 也没叫下什么朋友 还多亏了有您这么个朋友 哪里的话 梁大人不是身体很好吗 怎么会突然 他身体哪儿好啊 本来就有痰症 夫人 老爷身体本来就很好 也就别说那么多了 您几位我们家里不方便 夫人哪 夫人哪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哪 我没注意 那么 那我们走吧 傅察老爷 我们家老爷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怎么会这样呢 到现在还不给送回家来 我帮着问问 回去就帮着问 我帮我帮你 来 来 冻儿 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他们家哪来那么多金银摆在桌上 老爷小姐 救救我们吧 请问您是 我是梁家的 这是老爷的孩子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您救救我们吧 您刚才见的那两位 一位是夫人 一位是夫人的陪嫁丫头 夫人一直没有生养 后来娶了我就生了这个孩子 夫人还好 可是海棠那陪嫁的丫头 她对我是恨之入骨 平时老爷为了我 不知道和她闹了多少回别扭 这回老爷没了 海棠就天天骂我 我和孩子怕是 一点家常也分不着 如果那样 我们日后该怎么活呀 阿玛 您身上带着什么东西吗 我荷包里有两个金叶子 来 拿着 这些东西也能换些银子 我们现在不便带您走 以后再有麻烦 到复杀家找我们就试了 多谢小姐 多谢老爷 你们真是菩萨心肠 您先请回去吧 对了 我想请问你一句试 您说 梁大人生前身体怎么样 老爷 老爷在世的时候身体就不好 性子又急 本来这回我是劝他别出去做事的 可是他就是不听 他有痰症吗 有啊 好几回都险险过去了 我都用手往处抠痰 才把他的命救回来 是这样 你 你 荷若小姐 荷若小姐 你 这么不及时 连下個亢也摔跤 我 我真是个废物 我真是个废物 我的大小姐 您不是废物 您这是 不许跟她说知道吗 你 你得发誓 不能跟敦仁说 惠鲁小姐 你都这样了 还不让我跟大姑说 你要发誓 要不然 我立刻离开傅茶家 我 好好好 我不说就是了 您先躺下吧 把这封信务必交给四阿哥 我知道 还有别的话吗 没了 就是告诉他 千万别急 别惹皇上着急 阿玛 敦儿 你信上到底写的什么呀 阿玛 这是四阿哥托我的事 我此刻还不便说 是 是 今天不算太冷 是不是三哥 我都困死了 嗯 老六 四阿哥的信 行 我这就送过去 你 你 你干嘛去 我 我去找我们爷爷 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拦珠子 站住 拦珠子 拦珠子 我站住 爷 拦珠子 爷 给我 老五 怎么了 蓝珠子怎么惹你了 四哥 我 老五 你想干啥 你也太不懂规矩了吧 蓝珠子你都能使唤 哪儿的话 四哥 我是怕你出什么事 怎么了 老五 出什么事了 没事 三哥 该上课了 走 老五 爷 老五 爷 各位 四阿哥是对的 第一对他无私无愿 说句实话 天体刚在尚书房干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 但四阿哥还要为他洗冤 这第二对 我们都知道皇上用丹药的事 我皇阿玛用丹药强经理 是错的 三哥 老五 老六 咱们平时都自诩为皇阿玛的孝顺儿子 可是看着皇阿玛用丹药伤及自己的身体 各位难道就不心疼吗 孝顺之心又到哪里去了 这次梁师傅的死 听老四说来确实是 四哥 我跟你站一边 三哥 你说话之前是不是听仔细了 四哥可是说的皇阿玛错了 对呀 老四 你怎么能说皇阿玛错了呢 皇阿玛是皇帝 他怎么会错呢 三哥 不是我找事 不是我多事 梁师傅是死于丹药 劝皇阿玛停用丹药 已经是迫在眉睫不能不说了 我这就求皇阿玛停用丹药 驱逐道士 四二哥 我随你去 我也去 你 你 三哥 咱们也去呀 老五 你到底什么主意呀 看 老五 我怎么觉着还是老四有道理 三哥 你这叫什么话 他有道理了 你怎么办 什么叫我怎么办 我 我还是做我的阿哥呀 哼 从前还行 可是现在怕是不行了 你以为老四不记仇 天下的人有仇哪有线报的 不都是藏着业障 到了能报的时候就报个痛快 是吗 那我就 行了 老五 那我就跟着你了 可是你记住 你要是敢骗我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各位阿哥 朱师傅 你们不在尚书房跑这干什么来了 我四哥要跟皇阿玛论理 老五 你这是什么话 三哥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没错 就是这么回事 你们胡说 老六 放肆 我腻了你 三阿哥 我阿哥 话可不得这么说呀 朱师傅说得对 三哥 咱们到殿上说去 各位阿哥 朱师傅 皇上叫各位的琴儿 怎么了 谁让停的书房啊 花阿玛 是四哥有话要说 老四 怎么回事啊 花阿玛 儿子是有话想跟花阿玛禀报 花阿玛 儿子本来想请书房的全体阿哥 给花阿玛上折恳请 可是 书房的人各有心事 儿子只有当面奏请花阿玛 你说吧 花阿玛 丹药再不可用了 梁师傅身体有弹症 花阿玛操劳国事 身体也有虚火 儿子求花阿玛 花阿玛 梁师傅的家儿子已经去过了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弹症 四哥硬说他是吃丹药死的 儿子不懂其中的道理 可是儿子以为四哥这样 容易被外人误会成是博取贤能的名声 争夺储君之位 这么严重 臣回皇上的话 臣今天本不该来 可既然各位阿哥来了 臣也就跟来了 臣不敢说五阿哥说四阿哥的话 是对是错 但是臣也支持四阿哥的说法 老三 儿子觉得老五说得有道理 花阿玛 儿子觉得老四居心不良 他一直想博取贤能名声 三哥 你怎么会 花阿玛 儿子就是这么想的 好了 你们跟朕来一下 我让他带来一下 儿子 你跟朕来有一点 不过 我拿下来 你没问题 好 走吧 我 我 都 são 为什么人人都想当皇帝呢 人人都想往这紫禁城里钻呢 你们想过没有 皇三 你说 荣华富贵 还有 三宫六院 七十二嫔妃 流水的宴席锦衣欲干 一言可以让人立登高官之位 一句话 也可以让很多人头落地 可是皇阿玛 别人却不知道皇阿玛的辛苦 一言之初都担惊节律 是啊 别人只看着这城里的人好 却不知道这城里的人他们的辛苦 朕让人画了很多的行乐图 那图上朕有的时候是鱼翁 独钓寒江 有时则是福利而歌 朕的心里真是向往这种生活呀 皇阿玛的辛苦 天下人都看得到 天下人看不到 天下人都想 你既然位在九重 你享受了人间未有之福 你就得做出天下人做不了的事 所以向来说不小说 戏曲歌词 多爱以皇宫为题目 皇阿玛的意思是 不管怎么着 宫里的事都要盖起来 是 什么事都没有 上前有人编造谣言 你若是自己嚷嚷起来 那天下还不乱吗 可是皇阿玛 御盖弥彰 这也是正道理吧 老四 你现在不会懂的 皇阿玛 儿子还想请皇阿玛明示 老四 你晚上到我进宫来吧 儿子给皇阿玛请安 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皇阿玛 你今天说得对 欲盖弥彰 天下人多少双眼睛 都瞪着这城里的人呢 瞒不住啊 瞒不住 那 皇阿玛决定了 朕想好了 天体纲的事 朕看了寻补的成文 确实没有任何杀人实据 着急放人 还回上书房当差 那 丹药的事 丹药的事 朕就听你的 不在乎了 可力遣众人出去 岂不是一笑天下吗 可是 花阿玛 这些事 就等你将来做吧 朕这一生 人都说科研寡情 可是 朕却能给你留下一个 有秩序的江山 朕却能给你留下一个 老四啊 你就不要再恪求人了 花阿玛 莫阿玛 老五 倒霉了 未必吧 三哥 怎么说 三哥 老四现在一人独容 咱们是改不了的 可是你想过没有 咱们要是此刻认输了 那以后就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那怎么办 你得打打他的气 难道让我去揍老四 我告诉你啊 一来我未必占得了便宜 二来我要是揍了他 倒霉的是我 不是他 三哥 哪有这么傻的主意 我这主意简单 让别人揍他 不行 你 你这主意也太脏了 你再想想吧 这 我没听过 你这儿是我的 我这儿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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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就想死了 你这儿可以 你怎么一个 我这儿有什么 我这儿的 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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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生我气了 三哥 我瞧不起你 做大事的人 必定有大心胸 有大丹成 这是最简单的 你懂不懂我